货车陷入泥泞 十多个人推不动 速动其他车辆才能破困 这么重因为上面装满正在物资 志工赶着发送给居民 万丹省连续两天大雨 一片汪洋淹没三千间房屋 有些村落积水迟迟不退 小孩开心玩水 直到晚上我能在家里 这家里有两个小孩 这家里有很多小孩 通常如果有小孩 就像这家里有两个小孩 这家里有两个小孩 实际走访受灾户 门歪了 屋顶垮了 睡觉地方都没有 紧急发放物资 解决居民的燃眉之急 我们把他们的货币 已经有货币 我们在大雨里 有货币的货币 我们把货币的货币 物资包括大米 大爱面 矿泉水 毛毯与灌洗用品等等 我请给大雨 谢谢帮助我们 我们要求祈福 家居回省 古兰金保存完好 这是居民的精神食粮 陈县家园的路上 志工也给予 肩膀依靠 戴新闻拉登伊拉瓦地英明报道